几条稀稀疏疏的水流从山壁往下流 过去气势邦驳的大瀑布完全不见踪影 位在非洲尚比亚以及星巴威交界处的维多利亚瀑布 高108公尺 宽1708公尺 被列入世界遗产 与伊瓜苏瀑布 尼加拉瀑布 并称为世界三大瀑布 但是因为非洲南部严重旱灾 尚比西河水位1995年以来最低 导致世界最大瀑布 维多利亚瀑布成为涓涓系流 当地民众也深深体会到 气候变迁的严重性 铺布美景不在 旅游业受到重创 新巴威和尚比亚两国过去仰赖上比西河上游的卡里巴大坝进行水力发电 干涸的水量迫使两国进行大规模断电 新巴威环境部人员表示 未来一年 瀑布可能进一步面临完全干涸的风险 大海西文旅方编译